在急速廢斥的時間裏 你每天都會收到各種各樣的電腦資訊 有講解電腦的 有賣電腦的 可是每次你一配電腦 你就想不起來他們的建議 那麼今天呢 來自重慶ID超市的榮哥 將會用一分鐘的時間 用一套公式 帶你走進今天這套 最適合玩遊戲的配置 讓你下次再選電腦的時候 不再心慌啊 不再迷茫 不再 嗚嗚嗚 來 首先是CPU的選擇方面 CPU就要選英特兒i19的12旗艦帶 12900K 16核 24線程 過代的選擇 什麼品牌不重要 1D的容量 這一款是來自三星980BRO的1D 對準的選擇 如果你要玩遊戲 就要選擇三星B代的顆粒 16G乘以232G 6000的頻率 至其幻風景 接下來是主板的選擇 什麼預算不重要 高端的旗艦 就選Z690 MAX 717系列 如果你的預算低 就選低端的旗艦 我們這次是選擇 ROG的旗艦 Z690的黑肉 接下來的選擇 是我們的水冷 好看的華而不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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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心裡好的演出不可 這是我們的選擇 是 華碩ROG的 龍舌2代360的一滴 是水冷 帶走你的夏天第一股熱風 接下來的選擇 是我們的顯卡 中中之重點 3050顯卡 遊戲帶不動 3060還不錯 3070是大部分人的選擇 3090是所有的旗艦 但是我們玩遊戲 一定要 3090顯卡的旗艦 吧 RO 這一次 一定要選3080Ti 接下來的選擇 是我們的電源 80系列的顯卡 理論來說就選850萬 可是這次他有錢 下去加上一千萬 接下來的 鏡像 是我們的華碩ROG全家統的鏡像 OK 我們這套配置 就已經全部選擇完畢 但是配件不能少 負責一定要加 其他隨便 OK 那接下來的時間 就交給我們的裝機小哥 裝機小哥呢 我們再見 感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 I don't want to die I don't want to die I should never be alone OK 那看完了 我们这台来自上海市普通新区 王大哥的ROG全样筒之后 感觉怎么样呢 那基本上最适合玩游戏的 就是这一套配置 如果说你的预算多或者少 但也尽可能只在显卡的项目上 高低做一个选择 那如果说你也想搭配一套这样的配置 或者有多年的想法 配搭你的想法呢发给我 那么我会帮你一一参考 那最后的话 感谢王大哥的支持和喜欢 下集呢再给大家带来 更加不错的ROG全样筒